张基荣,一位年届七旬五的老人,正在阳台喂养着几只小鸭子,突然,他的外孙女拿着他的手机跑了出来,爷爷,您的手机响了,老人放下手中的鸭料,接过手机,看到一个陌生的号码,心中一动,号码显示归属地围湖北,他有些犹豫,但还是接起了电话,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久违而熟悉的声音,张伯,您还好吗? 我是秀兰,老人的手颤抖了起来,他张了张嘴,秀兰,是你吗?十年如一日的等待,让他几乎已经对这个名字失去了希望,但现在,这个名字却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,是我,张伯,秀兰的声音里透露着一丝歉意,张基荣心中涌起千言万语,但却只能轻声说道,你,你在哪里?我在你老家门口。 我想见你。秀兰的声音带着期待。我现在不在家,我在湖南长沙,和女儿一起生活。老人有些无奈地回答道,湖南长沙,好的,我会坐火车过去找你的,我到了再联系你。 秀兰答道,语气中透露着一丝期待和激动。张基荣听后,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,她的双脚一软,坐在了地上。泪水涌上了眼眶,她低声自语,她回来了,她终于回来了。 十年前,她借给秀兰三十万元,相信她会还她,却在等待中度过了漫长的十年。 现如今,秀兰的电话让她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。 被村里人笑话,被女儿责备,她都无所谓,因为她只是想见到那个她曾经信任的女人。 谁能想到,十年之后,秀兰会再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。 当我六十五岁那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脑血栓将我送进了医院。 我的女儿得知后,立即赶回家。 我因脑血栓而言语不清,口水直流,手颤抖不止。 女儿嫁到湖南长沙,丈夫是一位外科医生,她自己则是一名护士,在她的诊所里辛勤工作。 虽然经过手术治疗,我没有中风,但行动却十分不便,嘴角始终歪斜。 女儿留在我身边,照顾了我半个月,但由于生活的不便,她决定雇一个专业的护理保姆。 我在丧偶五年后退休,每月领取丰厚的退休金。 年轻时,我在城里花了三万元,购买了三套房产,现在这些房产已经升值数十倍,每月的租金也颇为可观。 女儿结婚时,女婿慷慨地给了我十六万元的彩礼,而且这笔钱女儿也没有拿走,她留下来作为我的养老金。 女儿介绍了一个照顾保姆芳姨给我。 芳姨非常有效率,她做的食物也非常合我的口味。 女儿亲眼见到芳姨照顾我十天后才放心离开,但芳姨不得不因家中老人摔断腿而回家,于是她的姐妹秀兰接手了我的照顾。 秀兰同样做事有效率,勤劳爱干净。 她每天扫地拖地,擦洗整理,为我提供无微不至的照顾。 在秀兰的精心护理下,我脚底的麻痹症状有所缓解。 她经常给我按摩,用中药泡脚,主流制食物喂我,甚至扶我走路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位贴心的女人。 秀兰告诉我,她有老人和孩子要养活,因此希望能继续留在我身边工作。 我决定给她加薪,让她的工资从五千元增加到六千元。 我希望她可以继续用心照顾我,就像她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。 当秀兰开始工作后,她常常出错,每当我午睡的时候,她都会外出。 有好几次我醒来都找不到她。 我开始感觉她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。 有一次我在做饭时,不小心切到了手,流了很多血。 我赶紧给她处理伤口,贴上止血贴,然后催她去医院,因为那个刀口很深。 秀兰摇了摇头,容输,不用了,我没事的。 真的没事。 伤口这么深,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 我说着,塞了她二百块钱,催她快去快回。 她犹豫了一下,最终还是去了医院。 那天,她买菜回来问我,容输,我能不能做多一点饭? 我想给我男人送饭,她病了,现在在医院里。 当然可以,你就多做一个人份的饭吧。 原来,她工作上的出差是因为她的丈夫生病了。 要不,你去医院照顾你老公。 我这边可以给你放几天假。 我当时想着做个手术,住院也就七天而已。 她听出来,以为我不要她了,吓了一跳,不是的。 容输,我很需要这份工作,我保证,一天只去送饭,三十分钟就回来。 我听后,拍了拍她的肩膀,看你吓成这样,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。 你想做多久,就做多久。 日子又过了十五天,那天晚上,我习惯早睡,早早睡下了。 睡到迷迷糊糊时,听到了敲门声。 我问,是秀兰吗? 容输,是我。 我,我有事想和你商量一下。 秀兰支支吾吾的。 我下了床,走过去打开门。 没曾想到,秀兰扑通一声,在我面前跪了下来。 我吃惊地将她扶起。 阿秀,你怎么了? 说话呀。 容输,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 我男人突然得了肠癌,需要动手术。 手术费六十万,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 我已经借了很多,还差三十万。 容输,我想向你借点钱,我会尽力偿还的。 秀兰眼泪汪汪地看着我。 我心里很难受,毫不犹豫地说, 别担心,明天早上我陪你去医院看看你男人,好吗? 她点点头。 我劝她早点休息,不要太过焦虑。 整个晚上我都在思考,回想着我和秀兰相处的种种。 她对我真的很好,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 我对她的处境深感同情。 第二天一早,我起床后发现秀兰已经在门口等待。 她早已准备好了早餐。 我们一起吃完后,我叫了辆车,带着她去了医院。 看到男人躺在病床上,我心情异常沉重。 她平日里的健壮与此刻的憔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医生进行检查后,找到秀兰谈话。 她走出来时,满脸失落。 我走上前问,医生怎么说? 需要进行长部手术,费用高达六十万。 她哽咽着说道,我轻拍着她的肩膀,还差多少钱? 还差三十万。 我们已经卖掉了老家的果园,还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,只凑够了三十万。 她再次哭泣。 她万万没想到,命运竟如此不济,越是贫困,灾难便越频繁降临。 我仔细考虑了一番,基于我和秀兰相处的经历,我决定,我可以借给你三十万。 我马上回家取银行卡,预约取款,几天后就会有这笔钱。 秀兰感激地红了眼眶,荣书,非常感谢你,你的恩情我永远都会铭记在心,要充分修养。 在他们离开时,我塞给秀兰五千元路费,她虽然不愿意接受。 但我坚持,这些钱足够让你们购买一些补品,帮助你丈夫康复。 保持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 我心想着能为这对夫妻做些什么。 秀兰离开前,她写了一张借条,并承诺会尽快还钱。 她还留下了家乡的地址,以确保他们不会失联。 然而,他们一走便断了联系。 最初我们还会通电话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联系越来越少,最终失去了联系。 当我女儿得知我借给秀兰三十万时,她气得回来责骂我。 爸,你怎么这么傻? 那可是三十万啊,你怎么能把钱借给保姆? 要是她不还怎么办? 她会还的,我相信她。 无论我女儿怎么说,我仍然相信秀兰会履行承诺,我相信她的人品。 女儿情绪激动地说,爸,我觉得这是骗局,我要报警。 我决定不让女儿报警。 因为我相信秀兰我坚持说,钱是我的,我爱借给谁就借给谁。 女儿气得脸都红了,爸,我不相信秀兰了,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,你跟我回湖南吧。 我拒绝了女儿的提议,我不想走,我要在这里等秀兰回来,如果我走了,她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。 女儿坚持认为秀兰不会回来,但我仍坚信她会。 我试图打电话给秀兰,但是电话无法接通。 我安慰女儿说,她给我了地址,我不担心。 然而,女儿仍然担心我,毕竟我留在这里的物业收入较多,再遇到欺骗的保姆,我的钱可能就不够了。 女儿不得不找到解决办法。 最后,女儿的婆婆主动提出过来照顾我,她一来就照顾了我整整九年。 随着岁月的流逝,女儿劝我们回湖南,但我对离开秀兰感到不舍。 因为她已成为我的家人。 最终,我同意了女儿的建议,和她一起回湖南生活。 过了十年,我居然接到了秀兰的电话。 秀兰啊,秀兰,你让我等了好久。 第二天傍晚,我的手机再次响起,秀兰打来了电话。 我们约定在一家咖啡店见面,我已经75岁了,行动已经不那么方便了,女儿开车送我到了那家店。 十年过去了,秀兰看上去老了很多,虽然她只有55岁,但看上去像60多岁了。 这十年间,她经历了什么,我真不知道。 女儿见到秀兰,上前想要训斥她。 我制止了她。 秀兰和她的丈夫一起来了,看到她的身体状况良好,手术很成功,我感到非常欣慰。 她的丈夫见到我就跪下,谢谢你,十年前你借给我们的钱救了我。 我忙扶着她,不必客气。 你健康就好。 秀兰见到我,紧紧握着我的手。 荣书,对不起,我来还钱晚了,让你久等了。 没关系,我曾经答应过你,有钱再还,你什么时候有钱,就什么时候还。 我记得当时我说过这样的话。 秀兰将一张卡塞到我的手中,里面有35万,其中5万是十年来的利息。 我皱起了眉头,我借出去的只有30万,5万利息我是不会要的。 请您务必收下,十年的利息只有5万太少了。 荣书,如果不是您当初愿意帮助我们,我丈夫可能就不在了。 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 他说着说着就哭了。 这十年你们都去了哪里? 怎么失去了联系呢?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。 他开始给我讲述他们回家的经历。 当年,他们回到老家时,发生了一些变故。 家里的老人去世了,两人都非常伤心。 他们办完了老人的葬礼后,他的丈夫在家休养,他外出工作挣钱。 他丈夫康复后,他们觉得打工没有前途,于是去了广东一些小乡镇,发现当地很多本地人都不务农。 于是他们承包了一些田地种水稻,然后卖骨子。 赚了点钱后,他们开始承包山地种水果,然后再卖出去。 夫妻俩经常上山,有一次不小心手机掉进了装满水果的箱子里,然后手机连同水果一起卖出去了,所以失去了联系。 他们一直忙于工作,还清了所有的债务,然后又存了几年的钱,终于把钱还给了我。 当他们回到我的老家时,才发现我已经不在了,后来问了村里的人才得知我的电话号码。 听完这些,我释然了。 女儿见对方已经还钱,也放心了。 她一直担心,他们再次骗我。 所以,荣书,这五万利息,您务必收下。 秀兰坚决要我收下这笔利息。 我摇了摇头,我的收入比你们多,我过得也更轻松,你们赚钱比我辛苦得多。 这五万,我不会收的。 我们去银行,把这五万取出来吧。 当年,我借给你们的是三十万,我现在也只要三十万。 秀兰看着我点了点头,好的。 我转身看向女儿,仿佛在告诉她,我并没有欺骗你,秀兰也没有欺骗我。 女儿嘴角一挑笑了,我们几个人相视而笑。 信任,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。 用十年的时间,来等待一个清白的真相,一切都很值得。